哈囉小星 那我們今天就來 下面一拳超人嘴強直男啊 彎盤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的5月1號的時候 大家應該就可以來抽我們這隻 這個甜美甲麵啦 那些束縛大家 少少戳少少中 也祝福澤平可以少少抽少中哦 那上一次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這隻角色的一些那個能力了 因為剛出的話 基本上一開始就有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那個 圖鑑這邊已經有他的角色 一些資訊跟一些功能哦 那基本上 算是一隻會回血的角色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算是不錯好不好 他可以幫忙補血 而且又有一些就是 其他一些效果哦 這次的話到時候我們抽出來的話 再看一下他的那個 威力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可能就是 明天的時候啊 因為哲平都是前一天錄影片 所以我要 明天的時候才是5月1號 才可以錄給大家看這樣子哦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 知道你們抽了多少抽 才把他給他抽出來的哦 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道館賽啦 那道館在這邊的話 有一些觀眾朋友給哲平一些就是 隊伍上面的一些小建議了哦 他們是說就是我可以把那個 超合金黑光換成我們的就是那個誰啊 換成我們的那個就是 哎二郎哦 聽說這樣好像也擋 擋住不錯多的攻擊這樣感覺 好像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呢 坦克部分的話 他們就跟我講說可以利用 就是那個誰啊 利用我們就是那個 文少女去消坦克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來 換一下隊伍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 這邊的話我們把第二隊的這個 超合金黑光是不是 就是把他換掉 哎第三隊的 第三隊的超合金黑光把他換成我們的二郎 聽說好像 還不錯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換一下這個 二郎 然後 這邊大雄年給他上來 我真的覺得我這個滑鼠感覺怪怪的 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是 連續點好多下 你到底要不要給我上去 到底要搞什麼東西鬼 好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派出二郎這樣子打 然後來 做一波搭配哦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 這樣我們就是 羅 呃 我用懸燒尾砲轟完之後再來一個二郎的這個 威力哦 我們看一下二郎現在是幾等好了 二郎現在是89等 應該也還算是ok啦 畢竟我們還是有一點小練他的那種感覺哦 那我們就用這樣隊伍來打打看 那 大家是說坦克隊伍的話可以盡量用我們的 就是文少女來切切看 那我們就來切切切 哎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把這套隊伍給他切掉哦 那第一套隊伍基本上的話就讓他去了啊 基本上是沒什麼沒什麼看頭了 絕對會輸好不好 對面來勢兇兇 一開始就直接這個背心大師撞過來好不好 現在最新的劇情來說的話 背心大師也是蠻慘的啦 真的很想要看下一話到底要怎麼補救 你知道嗎哈哈哈哈哈 完全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 這樣是真的就是可以繼續接話的下去 因為大家都爛掉了我不知道 你誰能夠被救活你知道嗎 啊等一下哦 啊這個 只要不要被打死應該都還有點小機會吧 好那我們就慢慢的削一隻一隻削哦 這邊先來削這隻 削的死削的死但是重點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那個文少女一定要活著哦 一定要給他活著不然就會很悄慘 然後先把那個後排給打掉 先先打個二郎吧 二郎因為他還有那個啦 就是他還有那個什麼就是那個 該怎麼說呢他還有那個就是 我留權啊所以是蠻麻煩的 好我們現在前排都活著哦而且這邊 我們的話獨角仙這邊如果能夠扛住的話呢 應該還有點小機會加油了獨角仙啊 爺爺爆了也太快爆了吧 oh my god 好完蛋了 完蛋了 但是這邊我留權撐住的話我們應該就還好 文少女不要死就好了 哎怎麼感覺他 哦他暴走啊 所以他越來越痛是不是那這沒了 哈哈哈 那這個沒了哇 他暴走之後刷下去之後 我們文少女是直接爆開哎 好可惜哦 他如果我們文少女被爆開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哦 那這邊的話也是 也是尷尬啊 這邊應該我們可以可以炸的贏啊 因為我留權再加上那個就是 螺旋燒尾砲啊 應該是ok的哇好卡有夠卡了 啊好想換模擬器啊 為什麼 大家如果有用電腦玩那個就是一拳超人的話 你們都會用什麼模擬器呢 可以在下面跟整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好爛哦 爛透了 哎我們正處哎我們還是贏了哎 你看 交給改捷一隻就可以了 但是重點就是我們那個文少女那隊要先撐住啊 咱看一下這個祈鈺先生了 祈鈺先生這邊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贏哦 反正這個來消他們 然後這個來炸 來看看這樣可不可以啦 不行的話我們再稍微換個位置 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畢竟就是 第十一局還是第十二局了 所以應該要到那個卡關的節奏囉 差不多了好不好 差不多開卡關啦 哈哈哈 沒那麼簡單啦 好來看一下哦 反正文少女的話 基本上就是前面是很多坦克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 削他後排就沒有問題哦 好我們先攻 我們先攻再換二郎啊 那我們就先 消爆二郎吧 等一下我們應該先消爆 填滿填沒甲麵了 甲麵要先消爆才可以 哇完了 啊完了 我這邊直接被踢爆哎 那那我也不用打了啊 你看 這邊 這邊位置上來說的話應該換個位置 然後 讓那個 然後先去處理二郎吧 感覺好像也不行哎 好像都會被打呢哦 哈哈哈 完了完了我想一下哦 這邊要不然就是看一下就是 螺旋燒尾炮這一組能不能去打上面那組吧 我覺得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 這一組的話應該比較簡單 那我們就稍微換個位置 哈哈哈 結果還是用 還是用我們那個 改結去打這一組嘛對不對 也只能這樣子啦 不然那個 對面那個也是蠻恐怖的好不好 不要小看二郎哎 我覺得五流拳真的也是 蠻噁心的說真的 那個練起來那個殺傷力也是很多 然後如果再搭配一個豪三拳哦 那就哦真的是 不跟你豪小直接被打爆 大家基本上好像都會練那個哎 好豪三拳哎 一二三好不好 青苔好簡單 我們看一下哦 這邊的話 我們二郎的我流先出去 然後再來就換我們就是那個 甜美甲啊不是那個 換我們那個改結的那個螺旋燒尾炮 來我流拳 這樣打下去之後再加一個螺旋燒尾炮 感覺一般來說都蠻容易被我們殺爆的哦 因為我們這個轟下去還轟算蠻多的哦 哎呦哎 你看你直接死一片了 完全沒問題啊 那這個應該就是直接跳過了哦 這完全沒問題了 挑戰成功 兩隻二郎 哈哈哈爆戰那邊是怎樣 ok 那這個下面這一對的話 就也會比較輕鬆了 因為就輕鬆抓抓了好不好 這邊就輕鬆抓抓 就文少女的那個碎裂斬擊 隨便抓一隻 你看這個原子武士再見 說再見就 還沒再見 怎麼會 哇哇哇 那我們還是打完好了 哎呦啊再見了啦 再見就沒事了哦 哈哈 好險我覺得獨角星跟文少女搭配的話 還算是 ok 然後二郎的我流再加上改劫好像也是不錯 先把人家打到一點點殘血之後 再換那個 那個我那個什麼螺旋燒尾炮直接來收割一波 感覺是可以打出一波攻勢的哦 耶前往下一層啦 第十三層我們來啦 來來來這組的話呢 哦豪山泉跟 我流泉在一起那真的沒沒得打 哇這套也是很可怕哎 這什麼鬼東西 為什麼感覺好像到第十三層都會碰到一大堆 妖魔鬼怪 對啊 這怎麼搞 一堆妖魔鬼怪呢 他這個咧 這個感覺就可以 但是 上面跟下面這兩組 我真的覺得每一組都好恐怖哦 哇哇哇哇我們來看一下好了這個 然後 這個過去這樣 也只能這樣子了 看看吧 對面全紅的 我們只有一隻紅哇 這好像有點慘哦 你看這邊 無造騎士 然後 再加上那個 火流拳 然後還有那個桌仙 他現在讓那個二郎暴走囉 這我螺旋打下去應該很痛啊 管痛啊歪歪啊 但是補血補回來了沒事啊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盾牌 盾牌下去之後我們那個 螺旋燒尾砲能不能再打回來 這是一一件大事情哦 好來了 開炸了 改結 欸 好像可以哦直接把 直接把貝金大致炸死 那我覺得是頗有機會哦 好好好 我們還有機會 我們還有機會 看等一下 龍卷感覺不給這個機會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哇全死光光啊 哈哈 全死光光啊 我們應該都還有步驅 哎哎哎哎哎 哎哎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有機會 那我記得他應該還有一次步驅對不對 還是已經被我轟掉了 轟掉 嗚 哎好險哦 哎這次要感謝觀眾哎 觀眾如果沒有叫我帶那個二郎的話 我可能打不贏這邊哦 這都是觀眾的那個 功勞我們終於圖要突破這個 噩夢的第13層了各位 終於終於 我們終於可以突破這個噩夢的第13層哦 看一下哦 先殺這隻 再見了好不好 噩夢的第13層突破啦 感謝觀眾幫忙好不好 抓了一隻那個 抓了一隻那個我留權就不一樣了哎 真的是有幫到很多哎 好險哦 不過明顯感覺到就是這一層的那個敵人好像跟 前面那一層的好像有差了好不好 前面那一層的感覺會 比較厲害一點點 就是我們那個隔壁棚好像比較厲害一點點 可以啦可以啦打起來打起來 再見再見 拜拜拜拜 待會就輪到那個 我的文少女的追擊時間了 那他們就鐵定要輸了啊 好你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 待會要攻擊的先打死 再見了時間 再見了時間 哈哈哈 可以可以 太爽了太爽了 那突破突破了好不好 之前我們都沒有辦法 這次終於有辦法了 追擊追擊 然後這邊 流水岩碎拳打一下後面那個 先讓那個黃金球死掉啊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啊 nice 啦好不好 一拳 普攻就讓你上西天 再見在你的覺醒面前 還敢在那邊囂張啊 文少女 還敢不派覺醒文少女啊 賞你一個碎裂閃機 再見世界 拜拜拜拜 水啦好不好 嘿 沒死 哦 很會撐 來看你多會撐拜拜 水啦好不好 哎今天終於突破了第那個勒 第13層的那個魔咒了好不好 終於了終於了 我們這樣應該可以就是 打的比左邊隔壁棚還要好一點點了 哈哈哈 那代表更右邊的那個話應該 又更簡單一點點了吧 我們就可以就是 打不贏的話再過去那邊 哈哈哈 慢慢的往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屬於我們的 各位好不好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屬於我們的 水啦 nice好不好 那感謝各位觀眾的推薦 好不好 你看13 然後我們現在在14的水好不好 那 今天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抽我們這個 甜美甲麵了 所以大家的話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花了多少抽 看有沒有把它抽出來好不好 那接下來的話 明天的話怎麼也會來抽 就祝福哲平可以 沒有 稍有收稍有中了 不想在 不想在那個每次都保底瓶了好不好 保底瓶真的是 花費很貴很貴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學習玩到這邊啦 我是曲名單 今天露打家 拜拜 剛才說 我們沒有 有一個朋友